他也不是嚇一跳,他是有汤仔的一個髒話 他不抽 他哭了 他怎麼哭了 因為劇本裡面表現會在電影要跳一跳 他跳了也在 可能就是像沒有情況 就 他就出招了 那我就必須要 就是要順著那個 因為表演本來就是兩次這樣丟階的球隊 不過 他有時候要來 我就要 我就要順著當時候的心話 我就要 一定要按照原來我 導演排練 或者是 可以跟他講的導演排練 我覺得這句話可以那個 因為 只要是我們大王在狀況 要非常享受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盡量 他也就是 我知道他想要抓狼的一次 因為他自己把那個角色 對 那一場戲 他都會 每一個節奏 他都可以 研究得非常極致 因為其實我也之前沒有跟他 但是我後來第一次 從他來演演唱戲的時候 我就看見說 不準備好 然後他那個詮釋 不用 所以我記得他 我就幾乎不太動他的鼻 因為這時候你不必懂 其實就是自己 那我那個享受 享受就是說 因為我那時候把他怕 從那 跟他對線演員 都接不了照 結果我覺得 溫真理 或者是 厭惡 他們都接得不住 當然 這裡面還有 我還要請一個國寶級的大師 就是 就是金士捷 因為那個角色是要 我們都吃住他 沒有 金士捷 老實 那個大寶的 馬上他就會進到另外一個狀態 他就看見 所以他們在要到那些東西的時候 你會看到大部分是 我們講相聲的話 就是抖包 那個時候抖包 那我整體來講 只要有大寶寨的時候 我們的感覺是 這個 真的享受一個導演 寶戲 不是排戲 因為 排戲是另外一種 就是真的 沒辦法 你知道嗎 但大寶寨的時候 他其實是 把那個 戲的氣氛 很多部分 所以你那時候 是可以倒戲 因為你那時候 其實是在做一些方向 那比較像 就是你很好 這是真的非常相信 這個導演 他自己的工作 顯然 顯然 很有怕自己的資金 好 可以看到 你剛才看過電影 可以看到 說你可以當中 幾位明星的演員 然後看不到 他們經驗可能不是很多 但他們 在鏡頭前面 呈現出來的 每一個姿勢 存在感 是可以差不多 我覺得這個是 應該是 一個共同的方式 會讓 即便不那麼有資金 沒有存在感 而不會說 其實有時候 像是 我們會看到 所謂比較明顯的 在鏡頭前面 有雀 不管說話 或者是 雀 或者是雀 或者是雀 硬 硬 掰過去 不知道什麼 可能 幾位 演員 在 電影當中的 因為 都是很主定的 但 我覺得這個 是很 很棒的事情 演員 我也有這樣走 才能做走 而不是 創造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模樣 心情 一個 然後 就 停留在 你